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UE对象实力 今天咱们就简单的 我给您介绍一下 VUE对象实力的生成 以及简单的使用 好不好 OK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了解VUE对象实力的生成与使用 听起来挺复杂 其实很简单 马上看代码 马上进入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代码部分和以前都是一样 大家请看有一个body 里面只有一个dv 然后套了一个id HelloVUE 在这里面 我仅仅是输出了一个咱们的数据对象A的值 这个就是咱们整体VUE的模板部分 好不好 没有其他内容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脚本部分 在脚本部分里面 首先我先定义了一个咱们的自己的数据对象 对吧 我给的是mydata 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属性A 我给它复立个初始值10 这个咱们大家可以把理解为咱们这个VUE应用程序初始时 咱们自己系统内部所持有的一些个初始的数据用于系统的初始化 好不好 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然后咱们用这个VUE的对象 调用它的静态函数createAPP建立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对象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采用的还是Options API 有朋友说Options API在320以后会消失 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消失 关于新的组合式的API 我呢会单独开课程给您讲解 大家呢请不要着急 好咱们看啊 咱们这个应用程序里面其实没什么内容 就是这么一行 就是这么一块数据提供的部分 在这个里面呢 大家请看 我没有建自己的大括号 而是呢给您返回了一个咱们初始化的mydata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把这个整个的应用程序的对象 绑定给咱们的html这个id hellovue 就完了 对吧 然后呢 我把这个用程对象返回叫做vm vm可以把理解为是viewmodel 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用程序就可以建立起来 咱们简单的先把它运行倒置 好不好 先试一下 把它拷贝 到这个里面 替换掉我的这模板里面的body 然后呢 下面这个打印数据 我还没给您讲 暂时屏蔽 好不好 屏蔽 按这个control 加斜线 就可以屏蔽起来 然后运行 我这个地方给您开一个本地的server 并且运行起来 咱们看啊 今天咱们是第九课 点击 然后呢 点击这个index进入 大家请看 目前显示出来的是个10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初始化的a的地方就是10 我在这呢 返回这个mydata数据 那么咱们接到的就是这个10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操作一下这个VUE的实力对象 比如说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打印出来三个数据 哪三个数据 因为咱们这返回的是mydata对象 这mydata对象里面呢 有一个属性a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VM这个点 就可以取到这个属性a的值 同时 VUE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内部的存取属性 要加上一个$服 $data 这样可以取到这个数据对象的值 好不好 同时呢 我在下面 为了让您好比较 我把这个mydata这个值 把这个对象里面做的内容 也打印出来 咱们看看现在是个什么结果 存盘 运行 F5 大家看这个console的地方 大家请看 咱们打印出来的这第一个10 对应的就是这个VM.a 对吧 就说明这个VM对象 能够直接存取到咱们绑定的 这个数据对象里面的属性 没问题吧 接下来 VM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内部属性 咱们试试啊 $data 打印出来是什么 大家请看 是一个代理 这个代理是什么 这个代理其实就是这个mydata数据对象的内容 对吧 没有问题吧 这个地方 我看能不能把它打开 可以啊 就这个地方 OK 接下来咱们 我再打印出来 咱们一开始声明的 这个数据对象mydata 出来的结果呢 和咱们第二行上面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个A10 它也是个代理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VM这个对象 就能够直接存取到咱们VUE内部里面的数据 然后 重点来了 咱们A的初始值是10 我能不能改变它 当然可以 大家请看 我用VM.A 就可以改变咱们初始值 比如说咱们应用程序里面有很多的初始的数据 咱们通过这个税库 通过读取这个服务器端啊 通过怎么样 咱们要做一个处理 然后根据用户自己的需求 可能还要对页面进行定制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要改变数据的初始值 对吧 咱们改变完之后 看看能不能页面响应出来 同时改变完这个值之后 我把这三个刚才的属性 同时再都打印一遍 可以吧 好 咱们看一看啊 F5刷新 够 大家请看 页面变成100 同时输出的VM.A也变成100 然后呢 这两个代理也都同时发生了更新 说明什么 说明它们是指针引用 不是指拷贝 对吧 是指针引用 OK 这样就给您讲明白了 今后呢 如果您拿到这个VOE页面对象的话 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数据来改变页面的行为 而且呢 它是双向 好不好 OK 以上内容呢 就是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所有的代码的内容了 关于VOE简单的对象的实力的声明 生成与使用呢 应该是都给您介绍清楚了 好不好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女朋友可以下载您本地的运行一下吧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所有的视频的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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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